戶外露营给人印象通常就是学生时代学校安排的团体旅行 而且要先学会搭帐篷 要自己煮饭菜或烤肉 要睡在阴阴的地上 上厕所洗澡条件都不是很好 所以露营就只能是学生时期的活动 但是近年来随着露营区设施的多元化 包含有卫浴、冷气或拖车等等 以及露营相关器材的科技发展 越来越多人喜爱上露营的活动 其实露营的特点及好处大致可归纳为三个 第一个可以到旅馆民宿到不了的地方 如许多自然的美景 像高山、湖边、海边及河边等等 而露营所用的帐篷轻巧方便 激动性高 只要走得到就可以露营 第二个可以以大地为床 以天空为帐 旅馆民宿虽然相关位于设施方便 但是晚上就只能待在房间 感受不到大自然环境的氛围 露营则可以与大自然环境融合 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不仅可感受到风所带来的气场温度 也可看看变化万千的天空 天天聪聪明鸟叫 第三个可以增进人机互动 露营的活动很多 例如一起煮饭菜 晚会活动 聊聊天、唱唱歌 互动的机会相当的多 也比较容易增进人机关系 这一天一群朋友来到苗栗泰安 先进露营 阿伯苗栗报导 说的 今天欢歌 啦啦啦啦